欢迎收看怀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大家好 我是蔡沁渝 两岸跟国际大使带您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的朋友请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拜登内阁官员就定位了 现在看起来好像要重返亚洲 共军就开始加强操演 坚实首次夜航这到底出了什么事 另外还要看到的是全球车用晶片的争夺战 美日德找上了台湾半导体业者要求要增产 外船友人是有苦难言 这到底又是什么情况呢 另外中韩美日领袖掀起了电话外交 大家纷纷在打电话 难道变成了打电话比赛吗 这一轮谁抢的先机呢 还有以色列放话出兵伊朗 中东还有和平吗 马上为您介绍现场的三位来宾 首先邀请的是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 刘教授 大家好 另外是前立委文化大学教授郭正亮 郭委员 大家好 还有东海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峰 陈主任 东海大学陈永峰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到这是夜间侵扰 这是今年第一次出现的战机夜间侵扰 我们看到包含了这个运八尖石共击的空井 好 这中国大陆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吴谦就说 其实台独分子玩火者必自焚 台独就意味着战争 那么现在看起来是台海局势又突然间收紧了吗 对岸打出了文攻武嚇这组合拳 好 我们来看到说 这到底是刻意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吗 新的战略政治目的又是什么呢 首先请教国委员 我觉得还是要看架次啦 因为来的架次并不多 而且并没有轰 并没有轰炸机啦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还是例行的演练 就是说并不像说克拉克或者是阿扎尔 就卫生部或国务次亲来的时候 他用群积演练模式 那个就是近乎就要武力犯台那种模式了 那这个我会比较把它解读为就是它的例行演练 因为它例行演练包括日间也有夜间的 那就是要往南海的方向走 主要还是针对南海啦 那因为我们画南海防空识别区 我们画我们自己的防空识别区 那个西南海域有一些尴尬的位置啦 那就是很容易让这个共机跟我们就插边啦 那我们又不得不守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状况 那事实上我们已经造成我们相当辛苦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我们就看到去年大概已经有300多次了 那这个当然长期对空军来讲也是一种相当大的负担 那日本更高达600多次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不要对西南空域 这样的中共机的这个例行演练 都把它视为对台威胁啦 那如果这样我们 我们这个什么坦白讲这个紧急升空警戒 这个空军就会有点疲于奔命啦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所以这样看起来这新的战略目的还是 主要还是在这个自己展现一下 我认为中国在拜登 中国政策还不明朗之前 他不会对台湾急于出手啦 没有必要 给外界看一下 日本的国安单位的分析是认为对于美国的航母的出动的牵制 不过这也是长久以来就有的事情 所以紧急升空那件事情就像郭教授刚刚讲的一样 每年最多的都是俄罗斯跟中国的飞机进日本的防空识别区 那当然没有包括对台湾的统计 而且各位一定也不知道第三名是台湾 台湾的飞机也会进日本啊 好我们就来看到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在就任记者会当中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 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那么其实有对抗性也有一些竞争性啦 显然包含说这气候问题 那怎么样来理性对这个对抗性竞争性还合作 这三部曲要怎么样来实行 然后还有拜登政府之前也讲到说要重回巴黎气候的协定 能源政策影响国内经济算是蛮大的 这会不会压缩其他议题的一些施展空间呢 我们要请教刘教授 对 这大概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 那你说这个拜登呢他在竞选的时候 他一直讲说他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是非零和的 非零和的呢那就告诉你说比较正常一点嘛 这边上就是有合作有对抗嘛 有的议题我们是对抗的 有的议题我们是合作的 那就不是像川普那样的是暴走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你说这个气候的气候协定呢 那么拜登他是把气候外交拉得非常高啊 他说这基本上是美国的包括外交政策的目标 国安的这个目标 所以他让这个Carrie来做负责的气候外交嘛 所以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一些论文来讲 他说这个气候外交其实外交政策现在变成就是气候外交 以前讲的外交政策可能你说它是一个贸易外交 或者说你看很多对外的关系部常常也是把这贸易跟这个对外关系摆在一起 他现在是把这对外关系呢跟这个气候摆在一起 好了这句问题出来了 那么外交政策一向都是 你不可能每个外交政策都是彼此不冲突的 常常有资源上的挤压或目标上的一个对抗 我们来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 如果你说的气候外交或者你说环保外交 你看拜登上来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他就说他就废除了以前这个川普时候跟这个加拿大前的这个基石XL的油管 他这个油管一弄了主要是环保问题 环保问题的油管这一弄了以后 你想看环保问题出来以后马上这个这个加拿大就跳起来了 你不知道跟盟邦的关系要搞好吗 你跟盟邦关系搞好的话 你怎么首先第一个影响到我加拿大的整个经济呢 那我加拿大对这个环保问题 我们事实上已经努力了很久了 我们有一些成就 你为什么视若无睹呢 所以现在是类似这样子 以后还会不断的发生 所以在气候外交上呢 那么美国必须跟中国合作 这是实话 但是美国也会因为气候外交呢 会隐身很多别的一些冲突 那么不然包括一些经济啦 包括粮食啦 包括什么气候影响力非常大 所以从这样来讲的话呢 非联合的外交又有合作又有冲突 然后气候外交挂帅 然后气候外交会重新界定 什么叫国家安全 什么叫外交冲突目标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其实都值得我们一起去关注的 嗯 这样新的现象 我们来看到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这个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 他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 他又重申了 台湾关系法还有美中三联合公报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 就是刚刚提到说是供机 在我们的西南空域 虽然说这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但是他也在这个月通过了海警法 比如说你如果在中国领海 出现了一些违法行为 是可以动武的 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授权在船上可以载运飞机 使用机载的武器 虽然被指说是针对日本巡逻船 但是中国方面在钓鱼台 在台海的这些军事手段 看起来是越来越多的变化 越来越复杂 因为下来了这样子的指令之后 我们就要看 美国只靠他单方的去申辩 去阐述他的立场 这到底够不够 还有日美的安保条约的范围 会持续扩大吗 陈老师 日本对于日美安保条约的 适用范围 永远碰到美国的国务卿以上 现在已经下降到国防部长 每次碰到都会问 钓鱼台海域适不适用 日美安保条约 每一次都确认 到目前为止 全部美国都说yes 所以说刚刚主任提到的 最近这几天才通过的 中国的海警法 日本方面把它报道成 这是中国的海警 要变成准军事组织 一般来说我们叫海巡署 日本叫做海保 海上保安厅 中国叫做海警局 事实上都是警察的单位 对于国内来处理 而处理的对象是外国的渔船 而不是外国的军舰 也不是外国的类似公用的船 所以也就是说 一般来说不需要使用武器 你对渔船是不需要使用武器 我们经常看到的画面是喷水 另外因为大小差距 所以把你挤出去 但是也就是说 中国现在认为钓鱼台海域 跟日本甚至括号 台湾之间也许会有 被预测性的冲突的发生 所以做了这个法制化的准备 去年 去年有366天 因为去年是润年 各位知道 中国的海警船 有几天进入钓鱼台域吗 333天 所以剩下 剩下就是33天 那33天是台风 台风 李老师有厉害 认为是放假 不好意思 没休假的 只有遇到台风才没有进去 所以也就是说 用海警船进钓鱼台域 那个是什么意思 钓鱼台当然就是中国的领土 因为海警船只会在中国的领土里面活动 就像我们的海巡署的船 也只会在我们认为的领海里面活动 所以现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说不定 钓鱼台是一个我们再来非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冲突的可能性的点 回忆一下 2010年就是中国的漁船 跟日本的海堡的船发生了冲突 相撞而已 都没有用到武器 但是日本的处理 当然把船跟人都压到了冲城去 那是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才会有后来 2012年的 钓鱼台的国有化 就是资本的问题发生 再来就冲突不断 到今天为止 问题跟主岛独岛问题一模一样 是战后的美国留在东亚的一个超级非常容易 而且有效的可以操作的一个历史的尾巴 所以只要一摇那里的话 整个东亚都会有 都会有动作 好 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个人事案 大家想说这样子的安排 会不会是美国的另外一种操作 拜登总统重返世卫 指派了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的一个院长 这个院长叫做佛奇 来出任世卫美国代表团的团长 我们大家知道说 原本世卫的秘书长谭德塞 明年的首任就要任满了 所以秘书长选举在什么时候 这个程序在今年的4月份就要开始启动 10月份的时候会公布候选人名单 所以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人事案 而且拜登也发布了反启示备忘录 反对武汉肺炎这样的用语 我们来观察一下拜登的做法 他这样子安排是想要积极拿下世卫的人事吗 那么谭德塞的去留会不会成为美中合作的交易对象了 请教各位员 这个谭德塞是第一个非洲的 四位的秘书长 而且2017年改选的时候是第一次普遍投票 那谭德塞是拿到133票 美国支持的英国只拿到52票 那谭德塞几乎就是得到亚洲跟非洲的大部分国家的支持 那这个就是联合国的结构嘛 就是你如果是一国一票的时候 坦白讲第三世界国家大部分都是站在 就是大概就是站在谭德塞那一边啦 那这里面当然还包括中国的推动啦 那所以我认为说虽然说佛奇啦 他是美国CDC的那个中心的主任嘛 他身亡是很高啦 可是美国在联合国拉票的能量 我要打个问号啦 要打个问号 因为非洲就54票 那亚洲还有那么多的贫困的国家 那更何况现在还反 产生了一个问题叫做 疫苗分配不均的问题 那谁能够站在 这个比较贫穷弱势的国家帮他们讲话 那当然就是谭德塞嘛 因为他代表非洲啊 那因为现在疫苗分配非常不均啦 甚至有人统计说 疫苗恐怕有七成以上 都被富有国家买断了啦 那你这样子美国来 人家会信任你可以做公平的分配嘛 那更何况你上次才拿到52票 谭德塞是拿到133票 所以我是觉得要扳倒谭德塞不容易 那他这个时候提佛奇 大家会把佛奇跟谭德塞拿来相提并论 这个恐怕太贬低他了啦 他应该是在职委会那一集的啦 可是美国现在职委会好像 本来川普是派了一个将军去嘛 其实上坦白讲 川普是高度忽视世卫组织啊 美国有四年没有派代表 一直到最后一年 他才派了一个将军要去接职委代表 那佛奇我觉得如果要到世卫 坦白讲他也不是政治性的人物啦 你要叫他去拉票 要去做游说 这实在是委屈他了啦 那他可能是作为一个 比较有公信力的一个科学意见的表达者 这会比较适合 好除了这四位之外 我们再来看到一个单位 国际奥委会 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他就打电话给 这个奥委会的主席巴赫 两个人通电话要讲什么事呢 就要确保2022年2月份的 北京冬季奥运会圆满成功 都还没办呢 就已经说会圆满成功了 那巴赫就说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 中国抗议相当成功 所以反对将体育运动政治化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北京是非常积极的 想要稳住这个冬季奥运 其实是不是也在跟美方在这个疫情啦 或政治上或者是这个体育场上 开辟新的舞台 新的战场呢 刘老师 这个抗议的问题 一直变成一个外交竞争的一个舞台 一直是舞台 我们分几个角度来看 你先看抗议 抗议是哪一国抗得好 哪一国抗得好呢 当然就牵涉到哪一国治理比较好 或哪个制度比较好 这就变成政治化了 变成了很多人讲说 那么大陆上就有些辩论 有些民族主义的讲到中国时刻 那么中国的moment 中国时刻表现在中国是比较优先的 所以你看第一个是抗议 抗议谁抗得比较好 这是一个比较 然后第二个呢 Vaccine 就是疫苗谁发展的比较快 是个比较 然后第三 疫苗在分下去的时候 哪一国分的注射的比较好 比较有效率 这又是个管你人的比较 所以你以为是医学问题吗 它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它本来就是一个政治 那从这政治带到体育来看 体育是纯体育的嘛 我们将近比心从古代到现在 体育就是政治问题 当你讲说政治不要干涉体育的时候 你就已经把体育给政治化了嘛 对不对 那你说大家 你说我们政治不要干涉体育 所以我们大家到北京去参加这个奥运 那可是很多人讲说 那大陆上就什么东西 你的抗议做得不好什么什么 把抗议政治化以后 然后就有理由说 我就把体育顺便给政治化了 那我就不去嘛 那不去 所以习近平当中说我当然一定要做非常好 那你说日本方面他就想说他这个冬奥 这个奥运要怎么做 他奥运要怎么做 他也是一个政治嘛 因为他的整个日本的这个价值 或者日本的这个菅义为首相 他的前途也压在上面 所以你说我们每一个人讲体育不要政治化 其实体育一直在被政治化 所以不要干预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政治化了 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讲的时候是一讲的 但你心里要有个底 他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的 所以就是背后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角力 到时候办不办 当然一直看疫情到底老天爷赏不赏脸了 疫情如果真的又来新一波的疫情 那怎么办 那如果疫情不管的话呢 那剩下的当然就是看政治的角力了 好 我们看到这个拜登其实一上任之后 面临事情蛮多的 国际间看起来真的是一一都得处理 但是还有个内忧 我们来看他的内忧是谁是川普 所以川普虽然说已经卸任了 但是他动作还是挺多的 像他前几天他就跟这个 少数的一些党的领袖 还有共和党的众议员 一起来商议说 其中选举要怎么样拿回来 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地位 那么前国务卿蓬佩奥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要说他对于拜登禁止联邦文件 当中使用中国病毒 这一次感到非常非常失望 好 我们看到这川普主内 蓬佩奥主外 看起来好像牢牢在掐住这共和党的主流派 还是要延续这个政治生命 川普在一起的速度 有没有可能比想象中还要快呢 陈老师 这个我倒不是这么认为 至少到其中选举为止 仍然有两年的时间 所以要看出到你大概还要一年多 而现在我比较关注的反而是 大家一直都没有注意到的 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才第二个天主教的总统 前一个是JFK 他的结局也许 我没有说结局会是那样 但是有前一个参考的对象 连一任当然都没有当完 那个故事太强力嘛 所以第二个非新教的总统的出现 在美国史上到底会代表什么意义 另外一个民主党如果认识是没有错的话 是非常非常多的minority 那个minority就是少数 非常多的少数派的大集合 所以天主教组基本上都是在民主党里面 或者是少数族裔全部 甚至女性主义者也全部在那里面 所以民主党自己有没有办法 在最短的这两年里面 有好好的好的施政表现 特别是现在全世界看起来都是这样 有投票有选举的地方 有民调的地方 都不是自己的主张很厉害 所以得到选举的胜利 通常都是执政者做得很烂 很不好 这次的美国选举当然也是那样 而且计划了 因为投票率非常的高 所以在我的看法里面 好好的观察这个一年左右 民主党政权拜登政权 如果好好的有办法在他的党内 统合出一个政策的方向 有好的表现的话 说不定可以不太理会 已经过去的川普 对 但是郭委员你觉得呢 川普虽然是大家尽量不理会 他自己还是很会搏板面 我跟你讲 民主党众议院只有222席 那事实上只要来回就是6席 少了12席他就没过办 所以事实上只要6席 所以川普现在就是要设定 2022他要搞掉民主党6席就是了 那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去见他这个人 事实上是共和党的少数党领袖 就是那个Kevin McCarthy 那他们已经商定了 他要锁定怀俄民的一个女议员 要罢免他 因为他竟然敢投贪贺票 谈何川普 那他就锁定 为什么是怀俄民州呢 因为川普认为这个州比较保守 那川普在这个地方赢了4% 所以目前他们有意在那个州 提罢免案 也是一种测试的一个 就是测水温 让那个女的紧张一下 那不管这个罢免案会不会过 事实上过的机会不大 因为美国基本上是 投票的人数比较 那可是他未来要提名 他就会很累 因为毕竟还是单一选区 那如果川粉都不支持你 你怎么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川普就是要测水温 然后就说 我对提名是可以影响的 你不要以为你这样 把我弹劾 你就可以安然度过了 事实上这个Kevin McCarthy 也是投判核票的 可是川普就原谅他你知道吗 那对那个女的就很不客气这样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很有策略 而且接下来因为他很可能会集结一些媒体人 成立一个媒体平台 那我觉得对保守的选民影响力还是会蛮大的 也许不能成事啦 比如说我能帮谁当选 可是绝对可以帮你拉下来 所以我觉得还很难讲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来看看车用晶片 现在看起来全球大缺货 包括了德国日本还有美国 都来跟我们台湾求助 好经济部长王美花呢 就跟台积电连电还有世界先进 这些主要晶圆的代工厂来开便当会 大家一起来吃便当 来想想看有什么样做法 可以提高产能呢 可以提高这车用晶片的支援率 或者是延后交货等等 那么这么一顿饭 就能够把这些国内大厂都搞定吗 还有下个礼拜 美国的助理副国务卿莫瑞 还有商务部长 还要跟王美花直接的视讯会议 这样看起来 会不会是美国的手 就直接来干预这些 车用晶片大厂的生产呢 国员 我坦白讲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应该由经济部做决定 应该由国安会 因为你美国可以去逼英特尔生产 因为车用晶片的级别并不高 并不像台积电那个手机晶片 这么高端 那我现在也听到一些传闻 说台积电受于压力 所以可能会把那个面板驱动IC的部分产能 挪过来做车用晶片 可是这个我觉得还是会降低台积电的利润 因为人家本来产能都已经配置好了 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经由政府压力 就可以来改变个别厂商的 原来的一个计划的生产 那我看这样以后都大乱了吧 变成国际政治就可以来影响你 所以我觉得这个除非是作为一个 对国家有利的安排 那我们会老百姓也比较服气一点 比如说美国有疫苗啊 那德国也有BNT啊 跟辉瑞啊 对不对 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一下 就说你们现在缺车用晶片嘛 那我们台湾缺疫苗嘛 那你可不可以疫苗也帮我们一下 那我们帮你车用晶片 你不能把它只理解为说 好像只是半导体产能的配置 纯经济问题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 我们台湾政府就太低估这个能量了 不要单纯只看经济晶片 因为这是我们的筹码 我们如果从国际政治经济的角度看 这是台湾的筹码 那台湾难得有这种筹码 你这个时候当然要大声讲出你的需要嘛 不然你要变成是 卫福部长陈时中在那边讲说 哎呀这个疫苗分配不公 我们都抢不到 然后你这边别人来跟你要测用晶片 那这两个议题没有连结嘛 这两个议题是应该连结的 所以你才觉得应该是国安会 对应该由总统或者国安会来做连结 事实上别的国家在做重大决定 也是总理级的人出面的 比如说以色列跟辉瑞 那是纳坦雅胡直接出面 也不是卫生部长 因为这个大概就是国家级的事情 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些决断嘛 那我们既然要说我们测用电子 我们台积电联电有一些相关厂商 可以牺牲一些利润 那至少要让老百姓感受得到说 这是一个公平合理的一个要求 不过比较奇怪的是说 这个消息已经出来说 上个礼拜要视讯会议對不對 那既然说像委员提到说 其实这时候国安会也应该要介入 那这部分是应该经济部去邀请吗 还是说谁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还是说王美花在视讯会议的时候 就说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这毕竟也不是王美花的职权 这个因为牧师沈荣金先去弄 他是副院长 那沈荣金就联动到经济部 因为经济这一块是归沈荣金管的 其实这种议题 你如果觉得可以连结 议题可以做连结 这个时候本来总统或者是院长 就应该跳进来了 应该要主动跳进来 当然是 刘老师你觉得呢 这时候是不是也是我们 用这个筹码来谈判的时候 对 因为基本上它是一个 你必须要一个整体的关照 我总觉得我们现在的政府 很多事情做起来 并没有一个战略的深度 你要有战略的一个全面的关照 你的战略深度 这事情已经 你看当各国跟台湾施加压力 或跟台湾要晶片的时候 它就不是一个纯经济的问题 它变成一个政治问题 要不是一个supply chain 然后你怎么考虑 然后存经济的考量 既然不是存经济的考量 你当然要有一个战略的思维嘛 可是如果说我们的国安单位 或者我们的行政院的 或者我们的总统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话 你就排排在去看到台湾要干什么 你可以很快地做出 很有意义的一些动作 但如果错失的机会 我觉得是蛮可惜的 变成我们晶片厂商有理嘴损失 然后卫福部内 还是拿不到疫苗 要不到 要不到 双输 但是比较奇怪的是说 为什么如果说美国 我们先把这个政治问题摆一边 纯粹就是商业上的考量 为什么美国就是有缺车用晶片 它为什么不要直接加价购买 加价插队就好了 还要进去一步出来协调说 你这些大厂应该放弃你这个手机 或者是电脑这些 比较有利润的一些晶片的制造 来生产车用晶片 这个坦白说这个就是它 这个就是它压阿爸的地方 我讲白了就是这样 你如果市场缺货 你当然要加价 你要加到半导体厂商 愿意帮你挪产的 不是吗 你要把别人的单抽掉 你要帮他往前推的话 当然要付钱 当然就是 这个就是市场问题 对 那他一方面不愿意加很高的价 一方面要强迫你四出产能 那有这种道理 好 所以说看起来 我们来看一个数字 其实这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就预测 今年新车的销售量 会达到2630万辆 比这个去年还增加4% 另外再来看到的是 中国陈联会也预估说 今年新能源车的销售 会达150万辆 一年就增加了28% 所以其实车用晶片的需求量 真的是蛮高的 中国大陆现在是世界最大的 这个生产国消费国 但是关键车用晶片 80%以上都是仰赖进口 所以我们来看到的是 包括德系还有日系的车 其实在这个大陆的市占率 大概是占第二名第三名 好 我们就看到这车市在回温 整个超前部署 有可能会进一步来扩大这种版图吗 刚刚刘老师跟郭老师没有提到的是 市场上早就动了 日本经济新闻连续做的报导 半导体的市场以及车用晶片 也要提升10%到20%的价格 另外单单对台积电 TSMC 车用半导体甚至影响到其他 因为供应的话会有排起效用 所以整个半导体会再涨价 就是单纯讲台积电 而且台积电不是直接卖给丰田 也不是直接卖给本田 它有中间商的 它的下单是包括荷兰的 NXP 日本的LUNESUS 下到中间商 中间商在跟车 完成车的品牌商来谈价钱 而以前因为譬如说丰田本田甚至福特等等 还有欧洲德国的车厂双B等等 它都有价格的主导权 对于各个零件希望压替它的价格 让它车子的利益率其实可以上升 但是这一次就出现了大问题 因为半导体它必须在跟电脑业者 必须跟手机业者进行竞争 而在车用的晶片 占整体的半导体的市场 不过十几%不到20% 所以一直没有被认为是重要的部分 但是因为去年的疫情 到了夏天左右 因为本来不开车的人 搭公共交通工具的人 突然觉得 特别是在美国 所以车是很好 开车比较安全 相对上 所以整个市场大爆发吧 明年说不定还是很好 所以才意识到 怎么会车用半导体的晶片不足 而生产商最强的是台湾厂商的状况 但是台湾厂商又没有 没有品牌 是先卖给别人 再卖给这些车用厂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工需产生很大的不平衡 不过就市场上来看法 郭老师跟刘老师都强调它的政治性 但是我反而要强调它的市场性 第一个车子卖不好这部分自然就会降温 另外一个假设车用的半导体的价格上升的话 一样是市场原理也会进行调整 台积电连电本来不愿意生产的 现在会加码去生产 可是现在逻辑没有这样再走 现在是政治力量直接进来说 叫你要改产了 所以说如果凯因斯跟亚当史密斯 再出来说明一下上课一下的话 政治力的介入到后来一定会重新又伤害了市场 市场一定会反扑 所以现在包括日经都写了社论 写了社论 讨论车用半导体不足的这件事 所以市场有一定的解决的能力 大家千万不要把双逼不要把福特 不要把福斯 不要把本田丰腾当笨蛋 汇率调整的再厉害 日币升值的再厉害 Toyota仍然赚钱 陈老师 所以日本并没有来施压 但是一样 对日本有啦 半导体的翻译一下 半导体增产对台湾提出要求 而且日就是日本 米是美国 毒是德国 所以世界上的主要的 汽车的生产商跟生产国 都想用政治的力量 要求台湾的晶片制造商 是啦 对我们来看这个政治的力量 有一个爱惜业者就说 其实德国一向很轻忠 他不太理台湾的 所以有一个台厂是环球金 他们要公开收购德国试创 拉高两次的价钱 其实都吃不下来 好 现在你跟我们说台湾缺货了 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帮忙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 应该我们台湾应该提出一些什么来 刘老师 对啊 这个牵涉到你说 这回到德国 德国不是跟王美华写信吗 德国写信的时候 但是德国一方面写信 一方面说我并没有改变一中的政策 他又跟台湾去 你说你用政治去跟台湾的施加压力 要这个车电 然后这个晶片 然后一方面你就说 我实际上在一中问题上 是没有任何的妥协 所以他也是在政治上 玩这个平衡 不过刚才这个 陈永峰教授也谈到一件 我也很同意 你说这个手机 比如说你的COVID-19 很多人在家里远距上班 你用电脑 手机 你当晶片当然这需求就比较高 你现在拜登就是有绿色经济 环保 然后就是节能电动车 电动车用多少个晶片 特斯拉用多少晶片 对 你说那是他的环保的政策 带动了这晶片的需求嘛 对不对 不只是说疫情渐缓 但是他的政策 政策没有变的情况下 所以这环保政策一路往下推 然后这个需求就不断增加 好 不断增加 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 那么如果说今天德国 他跟台湾要晶片 如果台湾不给 那有的人说 那你会不会转成 是不是跟美国施加压力 要叫美国对中国解禁 不要制裁中国 那这问题就扯大了 如果要这样讲的话 这个就扯太大了 因为那你的这个战略 拉的就太大了 这个晶片问题可能承载不了 那么大的一个企图性 其实不容胸 中芯国际 搞不好也可以做策用晶片 对啊 对啊 所以要请教郭委员 其实策用晶片 不需要很先进的制程嘛 不需要 对 那为什么一定要台湾呢 不 因为美国不能买中芯国际 举例啦 那当然 台湾的性价比真的比较高 这也是事实 然后先进国家的晶片厂 大概是比如说日本 在2000年的时候 几乎都撤退了 所以我们变成台积电等等 是专门的代工厂 对啊 所以现在一时之间 突然增加的需求 只有我们有可能提供 那这个应该让市场决定 没错 所以当然涨价了 台积电当然涨价了 所以这个时候假设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也在发展 5G啊 或者物联网啊 云端 其实都是需要晶片的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就是让工需的价格来决定嘛 这个经济不就是这样吗 你怎么会用政治来解决呢 另外一个是时间的问题 让市场沉浸化 贵的东西卖不出去 车子变得很贵 我就买不起了 手机变得很贵 我也买不起 所以对方 厂牌商 他也必须想办法去降价 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像是 这个跟疫苗是绑在一起 意思是说我防疫嘛 我开车人多啊 所以我真的也是需要车用晶片啊 那当然是跟疫情有关系嘛 假设疫情沉浸化 世界各国 特别是先进国家 这一类的汽车啦 手机啦 电脑的需求相对上会弱化 而所以它的前提的要件 只要我们又回到了 2019年以前的世界的话 说不定台积电的重要性 就会慢慢的回到正常嘛 但是厂商这时候 我们这些大厂挺得住吗 如果说像你刚刚提到 我们政治直接来干预这个 把经济问题摆一边的话 厂商撑得住这个政治上的角力吗 台积电比较尴尬啦 因为它的主要股东也是美国啦 那当然我们台湾也会受到美国很大的压力啦 所以我刚刚不是说我得到一个讯息 说他要把面板的驱动IC的 那个产能挪过来 他已经内部有一些想法了 那就是压力嘛 美国 可是我觉得就是对美国啦 不是对德国啦 对美国 可是我觉得你应该借机 向美国表达我们的需求嘛 就是疫苗嘛 因为疫苗的配售权 辉瑞一定是说得上话的啦 但是郭委员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反对中国的政治 介入市场跟经济 所以反过来的话 如果我们的政治 就是不断的伸到经济里面 市场主义里面 这已经发生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已经发生了 好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上次提到说 习近平有重新来定义一下 多边主义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来看到说 这电话真的不断 好像美中的领导人都在分分的比赛 谁打的电话比较多 谁的朋友比较多 我们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就跟南韩总统的文在寅通电话 他就跟文在寅讲说 你真的做得非常好 而且我很支持你非核化的行动 希望他有机会 能够赶快去南韩来访问 文在寅就提到了说 韩国 中国 还有日本峰会的三方对话 习近平才在达沃斯会议上 他自己去定义说 什么叫做多边主义 现在马上表达非常强烈的意愿 他说要强化一下东北亚的局面 这个习近平访韩 可能疫情又会是什么呢 这时候锁定这样的动作 到底目的又是什么 对不对 习近平访韩 当然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访了 你当然要看到主要是他的疫情的问题 到时候你看像去年很多东西 都变成在视讯的会议 到底他是不是人的实体的去访 我们要看老天爷这个疫情的情况 当然你会犯到他在26号 1月26号跟文在寅通电话 那文在1月24号过生日 他寄个卡片给他 然后26号通过电话 那通过电话呢 这里面当然就谈到 你说会谈什么 大家当然谈到东北亚的非核化 当然谈到朝鲜的问题 谈到多边 谈到这么经济合作等等 其实我觉得像这些动作呢 其实都是在拜登刚上来之前 东北亚政策还没成熟 还没端出来之前 各国先卡个位嘛 先卡个位 你看看北韩 北韩也是这样子 北韩先就夜间做个军事上的 一些武器的展示 然后北韩又 我们再看说他会不会又发个飞弹 或北韩讲说 他看看美国怎么做 他的决定要下一步怎么做 对不对 北韩这个完完以后呢 你看到菅义伟也跟这个 美国也在讲说 你到底是这样强化的印太联盟 强化这个关系 当然你说在美国跟日本或 当美国去跟日本跟韩国强化的东北亚的 或者印太联盟的时候 中国也要卡个位啊 所以中国就跟这个韩国也通过电话 然后看怎么样 但是问题是这卡位 会不会影响到北韩的政策呢 其实按照过去这从2018年开始 从这个金玉正到韩国参加平昌冬奥 开始一连串的外交攻势 你可以看到啊 其实朝鲜半岛的 其实还是美国在主导了 你说这个南韩想要有什么话语权 根本就没话语权 中国也没办法什么影响 中国跟南韩讲了半天以后 就影响了北韩 我看也很难 也很难 那就是先把姿态摆好嘛 然后看看这个拜登下一步怎么做 他们再出牌 先巩固了一个东北亚的情势 我觉得这个 这种姿态象征性的外交 其实比实质外交更重要 在这里来看 这姿态先摆好 可能关系着文在寅本身的支持度 虽然这个文在寅在任内 先后有文经会跟川经会 但是我们就看到说 其实后续怎么样的演变 有没有一些制度化建立或是协商 其实到现在都没有确立 所以这文在寅的支持率 到现在还是只有三成多 施政的持续的否定的评价超过六成 所以看起来这里面的人没有支持他 外交面临到一些状况 所以他端出什么样的药呢 他说特赦李明博跟普景辉 这两位前总统 这样就能够缓解社会对立吗 这会不会成为他的选项 我们看到这文在寅的任期只剩下一年 他有没有办法扭转列式呢 承转 特赦前面两个总统 在我的对朝鲜半导的理解来看的话 应该不容易看到 要看得到的话 必须是下一任的总统 而且下一任的总统 必须再重回保守派 现在的文在寅是进步派 所以也就是说这一部分 应该不容易看见 而他最关心自己的是自己的安全 会不会像其他的总统一样卸任之后进了监牢 所以必须要保护自己一样的进步派的 不晓得是哪一个候选人也可以当选 不要让保守派重新回到南韩的总统府 应该是他进来关心的 所以甚至我都一直认为 韩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不太可能改善 但是最近的文在寅确实放出了很多的感染值 希望在自己的支持率上面可以到日本 甚至得到美国的奥援 但是会不会有成果 并不知道 韩国的政治超级麻烦的 当选了 然后又被摧毁了 所以也说南韩的democracy一直都没有累积 所以南韩是不是民主国家 我一直都划上很大的问号 所以也就是说南韩很难用正常的 我们来看民主国家的角度来看 确实变化非常快 一个总统能不能当完 他现在还要一年多的任期 能不能当完没人知道的 不能连任 没有错 另外一个当然 刚好郭老师讲到这件事 没有办法连任 所以他自己不会再选 没有办法再选 就算改变宪法 也必须从自己以后 新的选举才有办法 所以自己一定没有办法 连任的状况底下 剩下一年多的任期 跟我们一样 韩国的选举起步的也非常早 大概明年看到选举的活动就开始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百分之来跺脚 30%的支持率 不会再上升 不会再上升 所以你觉得他接下来 重点会摆在哪里 只剩一年多了 因为是左派政权 所以一直对于劳工提高最低工资 非常非常在意 但是对于大企业 比较不友善 这跟再来的 虽然不能对比 跟美国的民主党政权的出现 有一点点类似 但是完全不能对比 韩国是非常激烈的保守 跟进步的对决 是谁出来马上知道他要干嘛 所以说经济搞不好 然后当然又碰到疫情 雪上加霜 然后本来就不可能亲美 所以美国对于现在的进步政权 不可能有好的行动 所以只能亲中 但是亲中这件事情 对于南韩到底可以得到多少好处 我们就继续看这未来的一年 不用到一年半 未来的一年里面 习近平的中国共产党 可以提供文在寅什么样的援助 好 习近平给文在寅打电话 那拜登打给谁呢 拜登打给日本的首相菅义伟 那这样子会不会看起来说 好像在东北亚的局面 已经双方展开了竞逐了 那个政治大概就是无解了 因为美国本来就跟日本结盟 那其实刚刚陈教授分析 南韩分析得非常准确 就是文在寅 美国就是觉得 是一个很难打交道的对象 所以他就导向中国 所以目前这两块就是非常明朗 就韩国导向中国 然后日本导向美国 可是这里面就是说 有一个项目倒是他们寻求在三方合作 就是中日韩FTA 因为菅义伟他是让当选这个首相之后 他跟习近平大概通了30分钟左右的电话 那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中日韩FTA 那你可以看到文在寅跟中方也提到说 早日举办韩中日峰会 也是三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 尤其是现在因为中欧投资协定签署 所以韩国跟日本的跨国企业也会 希望能够比照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动能存在 而且中国又想参加CBTPP 所以他藉由中日韩FTA 来做CBTPP的交易 这个对中国来讲也是一种交易的空间 所以我倒觉得这个次有相当大的动能 会让中日韩有机会见面 那我觉得陈昭涛讲得很对 就是文在寅现在 最希望的就是左派的人能够连任 那他就可以安全下抓 亲中势力可以持续了 亲中势力不是主要防御 保自己最重要 那可是他对韩国的房价的处理 引起非常大的反弹 就是支持你的是左翼嘛 跟年轻人嘛 因为韩国选举那一次 我有去韩国官选嘛 年轻人真的是一面倒 可是年轻人就是对 他处理那个贫富差距啦 还有这个首尔地区啦 房价高涨 他始终没有办法处理 韩国人的口头禅啊 非常抱怨 首尔的房价不会跌 首尔 就是非常抱怨啊 台北一样 跟台北的大安区一样 大概是这个概念 但是 他们讲的就是江南区 对江南区 所以抱怨很多啦 那因为你是左派嘛 所以陈教授刚刚讲的也对 他会要展现他是左派 所以未来可能会对企业 还会要再要求做一些动作啦 好我们来看到美国国会的 研究服务处 有一份报告指出说 拜登政府在解决 北韩核的问题上 要面临抉择了 究竟呢 是要分阶段取消 对北韩的制裁 还是说采取所谓的 大交易的模式 等北韩完全废除核武核设之后 再取消制裁呢 好有这样的想法 有这样的说法之后 我们来看到这北韩 才在这首都平壤举行阅兵 这两种飞弹都可以设成 直接到美国的 这两种飞到亮相了 怎么样来观察 这个双方之间的互动 双方是在重新互测试一下 试探一下对方的底线吗 刘老师 当然北韩要展现他的肌肉 表示说你看你要不跟我谈 其实我们如果先看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北韩每一次 在南韩有新的领导人 或美国有新的领导人上来的时候 北韩总要发出一些噪音 发出噪音或者他在他的这个 就喊朝鲜半岛西边的海域 制造一点争端 要不然试射一些短程的飞弹 或者一些这个武器的展示 表示说 朝鲜问题依然存在 你不能忽视我的存在 那么以前希拉蕊当时国务卿的时候 就说你少来这套我不上当 你大人在做事 小孩子旁边不要吵 那么这一次呢 他现在换了一个大人了 那北韩还继续吵 对不对 他展现武器 好了 这样你刚刚问题问题讲到 是不是一个大交易 big deal 其实这里面的问题在哪里 以前川普的时候就是说 尤其波顿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时候强调 你一定要先访什么契合 契合甚至说是仿造这个利比亚模式契合 然后才能够解除这个经济制裁 那根本就办不到 所以他把契合当作一个前提 那另外一派说 那么或者北韩就说契合是个议题 它不是前提 它的契合跟这个解除经济制裁 应该是平行线 我契合到什么地步 你解除到多少制裁量 应该是一起往前进的 好 那现在就看美国拜登政府 他到底决定有哪个策略 是前提呢还是议题呢 才决定当能不能往下走得下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款飞弹 看起来真的蛮厉害 而且这时候来出现这两款飞弹 其实也算是来互视一下对方的底线 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包括了日本啊 这个南韩啊 都有这个中美双方的高层 就是习近平领导人一起来打电话 我们就来看到 对于这个两国来讲 在东北亚这一轮的过招 到底谁抢的先机呢 陈老师 美国对于日本基本上不担心 因为自民党政权保守派还是会继续下去 因为左边的政权实在太弱 现在第二大的 最大的这些党支持率都不到5% 自民党大概30几% 所以怎么选 就算今天解散 虽然今天不会解散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日本现在是找不到时间可以解散 所以超麻烦的 就算今天解散 找不到解散也超麻烦的 找不到解散的时间 完全找不到解散的时间 所以很痛苦 但是不管怎么选 首相是不是菅義偉 一样日本人还是保守政权 所以美国对这一部分不是太担心 所以不管是国防部长的电话会谈 或总统跟首相的电话会谈 强调了甚至 我们美军在日本的体贴预算 体贴预算 日本已经出到75% 所以安倍金山甚至曾经跟川普讲过 美军来日本设计地 比在美国便宜 75%我们出 你们只有出顶多人事费用而已 所以说日美之间完全没有问题 而南韩的部分 因为牵涉到北韩 而且有选举 而且选举谁赢不知道 这是南韩的特征中的特征 跟我们台湾一样 谁赢不知道 而且一决定了当选人之后 改变的幅度非常大 所以这跟日本相对上不一样 所以韩国也许美国比我们更关心 郭委员怎么看 这个 我觉得拜登比川普还要更强硬 因为他事实上在之前就已经讲过 川普至少还愿意跟金正恩先见见面 对不对 虽然说是不是大交易或者先契合 还不一定 可是拜登连见面都不愿意 拜登说你先契合我再跟你见面 那这个是比川普还要强硬 所以川普 而且拜登在竞选过程中 还直接骂金正恩是流氓 所以我说 坦白的他们关系是非常糟糕 非常紧张 所以你说拜登到底要怎么处理北韩问题 我现在真的是 我真的都一直认为一个月内可能会有一些事情 就是北韩要证明他的存在感 就跟我们刘老师讲的 他总要做些事情 所以这个是牛刀小学 有人传是说可能是潜射飞弹 就是潜品发射 或者就是直接发射整个 那两个美国都会认为是安全事件 就他一定要让美国有所感觉 不然美国就好像就把这个事情搁着 不处理 我先处理一两再说 所以你觉得一个月之内 他会给拜登一点点小小 因为欧巴马那时就是这样 所以朝鲜发展核武导弹 而且必须保证可以射到纽约 华盛顿 这个是三位一体的 发展核武 对美直接交涉 半岛统一 这三件事是同一件事 金氏三代将军全部在处理这件事 所以到了川普的时代 至少已经可以坐上谈判桌 这对他们来说 是因为发展核武跟导弹的结果 所以我的判断 说不定跟郭老师不是太一样 假设这几天 这一个月之内 我们要叫他金小胖吗 金将军如果愿意跟拜登见面的话 可以安排 北韩是愿意的 重点是拜登愿不愿意 对 重点是拜登愿不愿意 拜登不愿意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继续讨论 好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来看看日本 刚刚这个讨论的很热烈 我们来看看这菅义委内阁 不支持率上升到了41%了 首次超越了支持率 已经进入了死亡交叉 那尽管这个日本政府 宣布了紧急事态宣言 但是NHK调查说 79%的人都认为 这真的太晚了 还有共同通信 就端出了小型民调说 这东京奥运算主打复兴 但是核灾的三个线 64%的民众就说 你东京奥运到底跟我们复兴核灾 这个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个灾区有什么关系 菅义委的支持度 看起来持续的走弱 现在好像看起来 好像做什么都错 是不是陷入了困境呢 我们怎么样来观察日本民心 还有这些民意的变化 人家说民意如流水 先帮各位提供一些 基本的资讯跟材料 这样才有办法讨论 然后我讲的事情 也比较容易进入 各位观众的脑袋里面 紧急事态宣言最长的时间到2月7号 但是现在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延长 延长的话大概是以一个月两个月 作为规模来延长 然后这个就牵涉到奥运办不办的问题 奥运的圣火的开始传递 要从哪里 从辅导开始传递 那个决定日 就开始跑那个圣火传递日 是3月25号 3月25号 所以必须要决定 要准备 去年各位都忘记了 奥运决定延期 是在圣火开始要跑之前的2天 所以圣火开始跑那件事情 相对上相当的重要 所以也就是说 最晚我们大概3月中旬以后 就可以知道奥运是不是在7月半 或就不办 或其他的选项会出现 3月中旬以后 不知道 另外国会 日本的国会 这一期的国会 现在正在开会中 1月18号开始开会 开到6月16号 所以现在是开会中 然后下面一个重要的议程是 7月的22号 东京都 小池百姓是当都知事的东京都 议员要改选 而那个是公民党跟自民党 控制的区域 民主党当然有一些 旧民主党 现在的立憲民主党 当然有一些失利 然后呢 再来就是我们最关注的 7月23号 是奥运的开幕日 所以说前面 要不要如期选举 然后又必须选一个时间 解散今天的众议院 因为这个牵涉到菅义伟 自己的任期 他的自己的自民党总裁的任期 到9月底 而这一届的众议院的议员的 最长任期到10月27号 所以这些事情 各位现在已经进脑袋了吗 其实是同一件事 已经没有你可以决定 什么时候改选 什么时候干嘛 已经全部都满了 而这个全部都满的状况底下 牵涉到就是疫情 有没有办法沉浸化吗 全部在这个时候要处理 另外一件 也许是他后面 我们要关注一下 河野太郎这个 现在的总务大臣 竟然任命他 要负责帮日本人打疫苗 新设了一个内阁的职位 叫做疫苗大臣 而这个河野太郎 必须要处理这件事 日本疫苗开始打是2月 所以当然又跟奥运有关系 希望在3月能够沉浸化 不过今天来看 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 不过听说要到10月才打到 全部打完 所以跟奥运连结这件事情 已经是完全的天方夜谭 然后各位也许都已经忘记 大概只有我记得 去年的办奥运 还有跟中国的习近平主席 要不要到日本去当国兵 进行访问那一件事 现在当然没有人在讨论那一件事 所以现在是单纯的奥运跟疫苗 跟疫情的关系 另外当然菅义伟的支持率 不可能在 只会往下 只会往下 死亡交叉 这是NHK 这个值得相信 你的分心会继续的走弱 只会更弱 只会更差 不会好转 也许会看到 我要预测吗 那如果东京奥运 真的有半成功的话 东京奥运 已经成功那一件事情 已经不值得讨论了 办不办还值得讨论 因为不可能成功 比如说 没有开幕式 比如说 没有观众 比如说 企业进行了那么多自主的投资 但是不可能回收 现在都全部投入了 都是政府的补助金 都是人民的预算 不可能会有成功 现在是拿着日本人的税金 在维持奥运 还有没有办的可能性而已 所以奥运成不成功那件事情 我们已经不用再讨论了 没有成功那件事 另外 因为没有成功那件事 或者是没有办 那件事这是7月 而7月之后 非得选一个时间改选不可 即使疫情还是非常严重 也非得改选不可 不过3月25号就知道要不要办了 也许 所以郭委员 就是刚刚提到日本这样的情况 我们说他跟三家来采购疫苗嘛 他预计是说10月才能够全体免疫 多数 多数 对 但是 全体免疫就要7成以上 他的疫苗数量是全亚洲采购最多的 为什么大家还是看起来 在日本的情绪还是很悲观 这个还是有执行的问题 那因为前面那30%比较容易 因为那个叫有意愿打的人 对 那后面就很多人不愿意打 追加一下 现在怎么调查 日本人只有50%愿意自主的去打疫苗 对 因为你不能强迫 然后当然就看你这个国家的组织形态 因为有一些国家 比如说以色列为什么打那么快 因为以色列那个就长期是一个 属于军队动员的社会 所以他就 那他当然还有一些准备 比如说设了335个路边的疫苗站等等 他准备了很多 那日本 因为毕竟他就是民主国家 日本人不听话的 所以每个国家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你打完了前面的50%之后 甚至30% 后面越推越难 越推越难 那日本事实上 现在各种方案都出来了 就是说没有观众 那 没有观众的奥运 没有开幕式的奥运 连闭幕式也没有 那就只有转播 那选手村如何管理 我都要打个问号 因为我当过奥会的常委 我知道选手村的管理是非常困难 因为都是体育的选手 活动量很大的 白天晚上总是要出去逛逛 所以很容易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现在没得逛了 现在夜店只开到8月 对啦 没得逛了 现在没有夜生活 所以就是一个 就是刚刚陈老师讲的就是 只是说 哎呀我总是要把它办完吧 其实北京现在也在担心 因为冬奥是明年2月 是 那如果你用西班牙流感的例子 往前推 那这个疫情是从2019年1月开始 那个西班牙流感拖了3年 对 那连你冬奥都被波及 所以我觉得夏季奥运要办的机率 真的是不高 好如果说不可能的话 现在有没有可能就是往后再推迟 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奥委会 他们的这个态度 他们认为说 为什么如果说日本来改 改争取说2032再来办 有没有这个可能 然后再 对 然后夏季2024是回到8月去办 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说 国际奥委会是真的会挺东京吗 这个太难讲了 2032也会有国家想要 因为今年就是回到亚洲 你运气不好你要怪谁 又不是我故意的 其实日本已经发生第二次了 那刘老师 为什么欧洲媒体不停地放消息 我们看到包括泰晤士报 英国泰晤士报 或者是国际奥委会主席 有这样子的报导 这些声音出来 这个为什么放消息 我就不晓得 是谁的放消息 或者说是 你看奥会有一定程度说我挺你 我挺你 但是现在谁都讲不准 你看刚程老师讲的 谁都讲不准 那我挺你是主观的意愿 但你能不能办成 那不是我主观意愿所能决定的 对不对 反正我这样说我挺你 如果说现在谁都讲不定 我干嘛说现在不挺你 我现在讲不挺你不是白讲吗 我何必得罪你呢 我当时都挺你嘛 到时候没办法办 那也不是我害你 对不对 这还蛮聪明的 但是有一点事情可以确定就是 你一定要想要被逼计划嘛 那他是不是要有真的去申请2032 或者什么B计划 我想说不定也是有嘛 要不然的话你说现在怎么做 那么如果是走 所以可能也有些消息出来 那会不会说 这里面涉及到一些欧洲跟亚洲的斗争 或者怎么样抢或打击日本 大家有很多阴谋论就出来 但是有没有我就不晓得 但是我们可以讲说 现在谁也讲不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东京奥运如果要办 这选手村怎么管理 这可能也没有夜生活 可是现在你刚刚提到说 有一些都已经是晚上8点以后不营业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国会议员被 被爆料说在自助期间 去营作高级俱乐部喝酒 所以逼得他们首相菅义伟亲自道歉 这件事情是不是对这个首相的支持度 又再度的有影响 那有没有可能接下来 会有什么样的风波出现呢 不过虽然这个都是一个一个的小的事件 但是对于今天菅义伟内阁的支持度 当然有很大的影响 对他个人影响很大 叫大家都不可以去喝酒 结果自己每天都在办宴会 然后另外一个 有国会议员染病死掉 宇田芝的儿子 宇田芝的儿子 所以53岁跟我们年纪一样 所以4月20几号的时候 日本会有两个改选 一个是收贿 收贿的农水大臣的辞职 众议院要补选在北海道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余天芝的儿子的 参议院的喜事要补选 所以那个4月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办补选 一定要选举 当然规模很小 而且日本的投票率都很低 跟疫情大概没有直接的关联 所以那个选举还是会办 但是两席都是非自民党的话 如果发生的话 菅义伟的首相的位置 就会更为的危险 而首相位置的危险 也不是变成其他的党派 仍然是自民党内部的 各派法的协调 但是又在没有 众议院全面改选的状况底下 再生出一个 没有经过选举的首相的话 日本社会大概也非常非常难接受 怎么会选拂成这样 对啊 为什么这个自民党 怎么其他党会选拂成器 哎呦 这个就是 2009年到2012年 各位回忆一下 日本的旧的那个民主党 有一个叫联防 对 联防 台日的分学的议员的 那一个民主党的三年的执政 实在是日本战后政治时的一个大悲剧 太失败了 失败到不晓得怎么说明 另外一个跟公务员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合作 所以在日本现在已经证明了 没有办法跟公务员好好合作政党 怎么样执政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好好执政的意思 所以公务员仍然愿意跟自民党来配合 所以各位看看现在荧幕上那个表就知道了 自民党的支持率 做了这么多不好的事情 奥运也办不好 疫情也控制不了 仍然有37.8% 然后最大的政党是哪一党 仍然不是自民党 叫做没有党 最后面 没有特定政党的支持 就是中间 但是以政党来讲 立宪民主党是第二大党 这才6%多 才6%多 才6%多是第二大党 而且日本的众议院 还有参议院的某一些选区 都是单一选区 单一选区郭伟委员最知道了 没有到50%加1的话 没有办法当选 所以说那个6%什么都不是 但是他有讲话 我们来看到他的最大在野党 立宪民主党代表 知也信南说 他的观察 只要疫情趋缓的话 任何解散都不会令人意外 所以请教郭伟委员 这个自民党还是有过半的优势吗 我觉得还是会 因为选制造成 你又没有比例代表 也没有不分区 他全部都是单一选区 所以对这样的遥遥领先 民调的政党是太有利了 不过我是觉得不可思议 比如说小泽一郎 那时候出来组合民主党 维新会也有一度蛮红的 迅速都凋零了 不可思议 刘老师 因为反对党不成气候 一下起来就一下就散掉 你看现在所谓的新的立宪民主党 那是去年才跟国民党合并的 旧的民主党 旧的民主党 跟立宪民党合并的 合并的 就分分合合 然后他们完全不成气候 而且日本现在还是联合执政 各位看到自民党跟公民党 那个佛教政党 这是组织型的票 3% 公民党决定了一切 对 特别是在都会局 关键少数 他们是关键少数 公民党是关键少数 因为他的组织票非常的强力 所以如果这样子看起来 其实只是首相换人做而已 对 所以菅义伟的任期到 可能到什么时候 什么事都不做的话 到今年的9月 改选党主席 所以还是党内的派系斗争 什么事都不做 但是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 就是10月 中议院一定要改选 但是拖到10月的时候 会对于执政党非常不利 执政党有利的部分 或首相有利的部分 是选 挑选哪一天来选举 但是如果 失去了那个挑选哪一天 解散的力量的话 大概就什么 通常都要挑 菅义伟比较最高的时候 当然了 但是过去了 那个最高的时候 那个最高的时候 是他的第一个月 也就是去年的9月跟10月 我应该在 我应该在这个节目讲过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看到以色列参谋总长 柯查韦警告说 美国重返核子协议是错误之取 如果修改协议 若从这个作战和战略观点而言 都是错的 这分析指出说 华府新政府一上台 以色列罕见的挥拳 那么军事首长呢 针对美国政策进行评论 美国以色列的关系 我们要来看的是 到底松动了吗 请教刘教授 对 那么中东的政策呢 整个权力的板块一定会变 因为我们晓得过去在川普时代呢 那么他是整个压在沙烏地阿拉伯上面 那么中东的铁三角呢 是美国 以色列 沙烏地阿拉伯 那么拜登呢 延续以前欧巴马时候 他是2015年伊核协议是欧巴马时候签的嘛 所以他想说 我们应该是跟伊朗进行对话 那你想要权力天平 一边是沙烏地以色列这边 一边是伊朗 那现在如果跟伊朗这边 要开始摆上这边的话 以色列就跳起来 以色列跳起来呢 所以以色列他要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去调性伊朗 调性伊朗就包括几个 第一个呢 比如说以色列这一阵子我们发现 他在叙利亚内部的伊朗很多阵地 那么以色列去攻击 因为叙利亚小阿塞德 他后面的支持就是一个俄罗斯 一个主要就是伊朗嘛 那么他们都是什叶派 那叫他支持攻击伊朗的这个阵地 然后第二呢 以色列也放话 如果美国对伊朗怎么样的 和伊核协定放水的话呢 我就打伊朗 那我就打伊朗 这就是 当然美国内部 但也有很多支持沙烏地 支持犹太人的 或者是以色列的一个势力 他也会连接美国内部这个势力 那这样子一来以后 那中东权力就开始改变 而且你也晓得过去呢 美国怕把所有的这个重心都摆在沙烏地 沙烏地是靠着谁呢 就是川普的女婿库什纳 和沙烏地的这个王储MBS 穆罕默德兵萨尔曼 对 那这两个人 那现在库什纳走了 那么一下子这个两个年轻人 去这个库什纳走了 那现在MBS MBS所以现在美国又有一些 又有各种不同的势力 在挖着MBS的一些黑资料 一些他的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在搞这个沙烏地阿拉伯 所以美国向拜登上来 他必须把整个的中东的权力赶快 或者他整个战略设计要整个换 但是换的能不能如他所愿说 我从天平这边摆到这边呢 那么也许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好多的势力在那边阻挡他 而且就算是你要回到伊核协议 那看到伊核协议这段时间 伊朗市场很多时候 他已经挣脱了伊核协议的一些束缚 他有些东西已经违反了伊核协议 它浓缩又的这个浓度 他已经超出了一些协议的规定 好了 那你要重回伊核协议 你等于跟伊朗要重谈 那不是回去就回去 还要重谈呢 那重谈的本身又是一个问题了 所以怎么重谈要花多少时间 怎么重建中东秩序 整个新的架构 那么怎么样去再重新布装的 怎么下棋 这需要一段时间 你说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针对这个抗疫了 经济振兴 这才是今年第一年的 或者前100天的主要的任务嘛 你现在哪里搞伊朗 根本还搞不过 可是伊核协议很多时间 时程又在往前推 对不对 就很多外界的因素 又在推着美国 说你必须在伊核协议 或者伊朗问题 中东问题 你要所表态 所以对于拜登来讲 其实最后会呈现什么样貌 什么端船有什么样的牌 大家都很想看最后的结果 所以这时候共和党参议员 克鲁兹他在听证会询问说 美国是不是将会持续对耶路撒冷的立场 而且保留在当地的大使馆 我们来看到布林肯怎么回应 他说拜登将不会翻转耶路撒冷 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 但是会寻求让巴勒斯坦人建国 好 我们看起来这民主党 好像是肯定川普的中东和平政策 以色列对拜登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会放心吗 陈主任 我也跟布林肯的看法一样 那是国务群 刚好一样而已 以色列问题或中东问题 是战后的美国一手主导造成的 犹太人重新回到巴勒斯坦建国是1948年 然后再来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 所以美国人认为 他是在替上帝处理这件事 有一个日本的非常有名的作家 叫三本七平 三本大概三本五十六的三本 七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平安的平 三本七平 他就说了一个故事啊 他写了一本书叫 就是以色列重新建国了要回去 美国人知道这件事情派出飞机 派出飞机去把这批人 载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去 然后这些人从来没有看过飞机 也不惊讶 因为圣经上面写了 会有很大的蓝鸟来把他们载回去 所以也就是说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被选出来的人 另外认为圣经里面说 以色列耶路撒冷是应许之地 结果美国才是更大的应许之地 战后以来的这一件事情 美国不会逆转 只会往前推 而且川普是新教 特别是福音教派的 非常重要的被支持者嘛 有整个福音教派全部 新教全部支持川普 那样的状况底下 刚刚我也提到一点点 那件事情非常重要 再讲一次 拜登是美国历史上 第二个天主教的总统 所以相对上 他更不容易逆转 托克维尔的话借用一下 美国移民是宗教移民 不是经济移民 这件事情不知道的话 就不知道美国是一个神国 连今天的美金上面印的都是 In God Yes 但以中东的局势来讲 现在拜登有一个动作 就是他宣布暂时扣住 对阿拉伯 联合大公国 还有沙烏地阿拉伯的庞大军售案 这价值很高 包含这个给阿联的230亿美元 然后还有给沙国的5亿美元 就是买一些军备 那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就说 这样的检视工作 其实都是例行的 是大家相信吗 拜登才说延续中东政策 现在要停止这大型的军售 这对背后政治动机到底是什么 我不觉得他会不卖 因为 因为这本来就是他的友邦 所以我觉得还是会卖 比如说台湾也传出这样的消息 所以技术性的动作 不 他就是要检视一下 说到底卖的哪些 然后他会做一些检查 我倒不觉得这个是一个政治决定 可能就例行而已 不过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事实上 布林肯刚刚讲那句话是废话 比如说他也支持巴勒斯坦见过 那请问你的方案是什么 因为Kushina有提出一个方案 巴勒斯坦是 连谈都不愿意谈 因为他那个以色列囤肯区他并不撤离 他就说现状为主 那现状为主巴勒斯坦就不接受了 那你要记得就是当初伊朗核协议的时候 是在欧巴马的任期的后面 那个时候纳坦雅胡刚好去访问美国 你如果有记得的话 他去国会演讲 他对欧巴马是多么不客气 那个时候还挑起了犹太族群 很大对欧巴马的压力 所以基本上伊朗核协议 我觉得以色列是马上当作是他的身世 因为他认为就只有伊朗有可能消灭以色列 其他国家都不足看 叙利亚伊拉克这些都敌不过他 可是伊朗人口超过8000万 那是有一定的实力 那如果核武器 你没有办法做有效的监控 比如他现在说3.67% 你怎么知道他会做到哪里 你有办法真的监控住 那事实上核弹你也知道 这个技术门槛并不是特别高 比如说你可以从很多国家暗中取得 所以以色列我觉得这次动作会非常大 所以刚刚这个郭伟委员提到说 布林肯讲的一句废话 我们就来看到其实在这个 现在白宫里面中东专家真的很多 我刚刚提到布林肯 今年58岁 他是现在美国国务卿 他承认美国国家安全副顾问 另外还有一个是奥斯丁 就是国防部长67岁 他曾经担任驻伊拉克美军最高指挥官 再来看到是苏利文 最年轻的才44岁 他是国家安全顾问 曾经担任伊朗核谈判的高级顾问 所以请教刘教授 以刚刚这种情况来看起来 这个美国在中东 其实有这么多的专家 目前以这种情况这么多人 在参与的情况之下 其实中东问题对美国来讲 似乎不像以前这样子这么难处理 不过这几个问题来 第一个中东问题本来就很难处理 完全很难处理 而且美国现在重点在中国 他就慢慢的 他不见得要再把他重点迈回到中东 但是我再补充一点点就是 你说他刚刚讲到说 他review他卖武器给沙鲁地的问题 因为他是怕沙鲁地把那武器用到叶门 叶门 叶门是一个灾难 叶门是灾难 所以美国要调查 到底美国武器是不是用在叶门 造成更多人道的灾难 人道灾难这个问题 那就牵涉到美国要对沙鲁地的 这个MBS支持到什么地步 因为这个叶门是王储打得着 如果这个完了以后 那美国是不是要支持王储 如果不支持王储的话 美沙官一直怎么变化 那是后面的比较长远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个美国在中东地位 可能是伊朗 一定是伊朗 那美国在中东地位 还是像以前这样子吗 我就不一定 我就不一定 美国要重新调整它的位置 要找到它的位置 因为很多人想到中东 那关键点会是什么 你看土耳其在中东 中国也在中东 俄罗斯也要进中东 那么这几个国家就要拼了 就看美国到底想在中东 是玩真的还玩假的 那至于说中东和平方案 每一届美国总统上来 都很努力的推动一次 以巴的和平方案 然后都没有成功 然后他就可以交代 我努力 你知道吗 这次变成一个routine 所以我从来不把他的和平方案 当作 对